要存檔,存檔因為證照考試的規定 我覺得他每一題都是EXA01 那題號會有重複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最後那個 假設你們要繳交作業的時候,請你另存新檔 然後呢,記得把這個檔名 把它改成叫EXA 後面的話就是這個題號104就可以,所以 所以將來繳交答案的名稱 請 更改為 他後面,不過證照考試上面是說要把它改成EXA01啦,每一題都EXA 就會重複 所以乾脆把後面的 這個編號改成就是他的題號,把它儲存 將來你們繳交的話就繳交這個 作業就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再來看那個106題 106題的話,實際上就是 他主要就是要出一個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部分的話,就是說呢 他用來做 讓學生改 怎麼樣 作答完之後 用EXALE去統計成績 也就是如果你們打開這個106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成績是還沒算 但是呢,我們要怎麼樣 能夠用EXALE去計算 成績 那計算完之後,可以把最後的成績統計出來 那你會發現,這個人數還蠻多的 感觸向下 總共到300 那上面欄位有-3 所以大概297位學生 那如果說呢 總共有10道題 那這個10道題他已經給答案了 那我們也知道說,標準答案是 比如說 這個答案 上面有 答案的名稱 比如說他答 假設他在答1的話 那就是答對 答對的話,總共一提10分嘛 那如果以前 假如說你用土法令高的方式 那不得了 答1的有分數 1以外的沒有分數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 他的分數給計算 最後我是希望說得到的成績 可以很快可以做出來 有點像這樣 我先把那個最後完成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最後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是用 答對的有沒有 這邊除了說 他出現的結果 不是只有 這個分數 而是說上面直接給我一個打勾好了 自動有一個打勾的符號 表示說 他答1 這個對的 那打1的話 總共有 10分嘛 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 那最後 Total的話 把他的 成績加總在前面 那就是他 總成績出現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請各位先把那個 106題 先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104題 先 記得 存檔 就另存新檔 檔名的話 劃存成那個 ESA 104 那做完之後的話 再稍微看一下那個 這個 106題 來看一下106題 那其實重點就是 打開這個題目 前面應該沒問題 然後 第一個的話就是把學號這個欄位 A4到A300 然後呢 將所有的學生學號資料 轉換為通用格式 所以第一步的話 其實就轉換格式 然後A4一直選到底 就是A300 Ctrl-Shift向下比較快 Ctrl-Shift向下 那選完之後怎麼把它變成通用 最簡單我習慣是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儲存格式的話呢 你可以切 本來這個框線 切回到 數值 這個 那你會發現 他原來的格式是 把它當數值 來格式化 那他這個題目要我們改回 原來的 型態 叫做 通用格式 所以你改成通用格式 這樣OK了 按確定 那有什麼不一樣 你會發現小數點不見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他要我們做什麼 第一題完成 那第二題就是要 去看他有沒有答對 所以 他說第1題到第10題 怎麼對錯欄位 所以有一個欄位叫對錯 就ikm這個 然後呢 他有一個要求 說 請你用if函數 所以他第1個要考你會不會用if函數 然後撰寫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如果答對的話給10分 如果沒有的話當然就給0分 對就10 10題嘛 一題10分 那最後再把它格式化成打勾符號 這要怎麼做 也就是 先10分 那把10分改成打勾符號 所以我們先第1階段 那怎麼知道說 答對還是答錯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題 有個對錯 第2題也有對錯 總共10題 所以呢 他必須去比對一下 所以如果以後你遇到比對的話 那怎麼比對 所以這邊上面 游標先放在 那個 我把它移到最上面 因為他這個 這個地方應該是從 I4的這個地方 I4這個格子 那他做答 他答4嘛 可是答案是1 那理論上他是0分 有沒有 那他答案是1 可是他答2 也是0分 不是說叫你用眼睛看喔 如果你用眼睛看不得了了 總共10題嘛 那有297個學生 所以等於是你要 比對 297乘10 2000多次比對 那不對啊 可是如果用以色列來比對 怎麼比對 特別注意喔 1 游標放在I4上面 2的話呢 在上面打個公式 因為題目就是要求我們要用if函數 所以你可以用差弱函數 這邊有個差弱 找到邏輯類裡面 你要判斷嗎 有個if 那if的話 給他三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 他答的答案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 所以加個等號 如果等於上面這個標準答案的話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 那表示什麼呢 他 就是10分 反之 就是0分 這個false就反之啦 所以喔 等於是說我要把這個敘述 先告訴他之後 他就幫我打 幫我把 對錯判斷出 所以 判斷就不是你判斷 而是 一次有幫你判斷 好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他打勾了 不過打勾之後有個問題 我們需要向下填滿 可是我向下填滿的話 有幾個 儲存格 我們前面講過 向下填滿喔 只要是這個 H1的1會自動幫你加1 所以 理論上應該 他的標準答案 1不能變2 所以記得 把他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前的符號 鎖起來 不然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加1變H1 那標準答案就跑掉了 那 這個H4要不要變 H4要變H5 因為要下一題 所以 要鎖 一定是要鎖在 1的前面是沒有問題的 好這樣OK的 OK之後的話你就按確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會不會自動幫你打好成績 有沒有發現 他會自動幫你把成績 只要是1 就是10分 答錯的就0分 好可是問題來了 第一個 幾個地方可能還可以再修正 哪個地方呢 因為這個分數 他這邊已經有一個10分 所以好像題目是希望你不要直接打10分 而是直接取這邊的儲存格 所以你直接把10分 改成F1 F1 那一樣 在 這個位置 將來向下填滿 不能夠加1 所以 記得把1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好這樣OK了 按確定 好 那一樣把它向下填滿 反正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這個是10分 那這個就標準 所以要做出來的答案 就是類似像這樣 如果他的作答 跟上面的標準答案一樣的話 那就給10分 那10分的話呢 記得從這邊取 其他的分數到這裡 這邊就10分 但是只有 做完一題 那其他題目怎麼辦呢 其他題目其實一樣 你就可以如法炮製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 插入 邏輯一符 那如果什麼呢 如果 他的 他的這個 作答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上面的 那上面這個一樣要把它加個錢的符號 那就給10分 10分的話 一樣 這邊加一個錢的符號 10分 反字就是0 按確定 然後第2題就做完了 有沒有 那當然以時類推 2 3 一直到 總共有10題 可是實際上啊 如果你想要更快一點 甚至你只要做一題好 其他 都可以完成的話 那也有更快的方法 不過如果你沒有更快方法 你 先試試看好了 請各位先把 第1題 一直到第10題 先把它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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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